好緊張喔 喔! 大家好 我是小佳 AKA台灣水行俠 我相信大家小時候的去畢業旅行或校外教學 可能都會去六福村或建湖山之類的遊樂園 但我小時候的去六福村我都覺得很無聊 因為我什麼都不敢玩 整天下來可能就是顧包包 不然就是狂玩那個肌溜伴奏 那身為宅男的我 長大後就有一個夢想 要是在家裡旁邊就能伴奏 一定超爽了吧 所以我今天就要在我家旁邊的戲伴奏 然後我本來以為那條溪的出口是淡水盒 結果我後來google了一下 它的出口是... 可是我安全措施都有做好 所以請大家不要模仿 那你們就知道我現在經濟結局 所以我連週都要自己做啊 而且我也買不起那種太貴的材料 所以我今天就準備了 做紙板 我今天要用紙箱做船的泛舟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有可能花個兩下就沈下去了 那我們現在直接來做船吧 然後打算把這個紙板套成船的形狀 然後再用膠帶去做固定的防水 我覺得應該行得通了 那我們直接說死吧 那我們現在到西邊啊 我也不知道這個船可不可以讓我安全的到終點 有可能我到以外就沈下去了 這是這次的路線 分為起點 快速彎道區 還有終點 哇 感覺一定超好玩的 那我們就快去滑吧 這個很恐怖的耶 看一下鏡頭喔 這其實滿悠閒的耶 那邊超快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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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我覺得剛剛滑到那個台灣台下算了 好啦 我們快到終點了 成功了耶 哇 哇成功了耶 沒有進水耶 超屌的耶 現在可以再滑第二次你知道嗎 太爽了吧 啊 沒想到我就這樣成功了 我本來以為會失敗 對不對 因為我這個 我這個膜沒有用太多層 因為我想說不要浪費 而且 我覺得在這種天氣 然後在這種西邊滑船 好像還滿悠閒的 滿舒服的 我覺得我下次可以去挑戰那個淡水盒看看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臉書粉絲團的IG 那就先這樣啦 掰掰 我覺得剛才那個挑戰太簡單了 所以我決定來挑戰一下這個步步 我們來看會不會翻船吧 GO 這樣好恐怖喔 你剛剛直到那裡 好恐怖喔 真的小時喔 小心上台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